2024年第一个礼拜 同学们有什么样新的愿望呢 是考上好学校吗 还是要立志赚大钱呢 其实跟家人享受岁月静好的日子 更值得我们珍惜啊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陈琳玉律师 说起她的丰功伟业 其实创下很多第一 包含是国内的三大法律事务所的 第一位女性的合伙人 而且她还曾经经办过很多 台湾第一届指标性的重要专案 事业的女强人如今变成超级阿嬷 今天要用玉婆的身份 跟我们分享祖孙的教养哦 欢迎玉婆陈琳玉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玉婆的金孙Killow来到现场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很开心你们两位来到现场 尤其有这个日子很特殊 我要去选择你 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台湾 来特地进行专访的嘛 其实从过去那种叱咤 业界的那种女强人啊 到超级阿嬷 这身份的转变 你看起来好像甘之如頤 对不对 好像还蛮引咎的 到现在还出书了 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片段 是你觉得很值得分享的 我想其实小孩子的成长过程是 几乎是每一天都是觉得 很值得珍惜 那因为我陪伴的Killow 大概是从七个月 一直到七岁 七八岁 然后我写了几百篇的日记 后来为了使这个有一个日记一年365天的感觉 所以选了365天 所以这里面 最主要的是小孩子他回馈给你的爱 那我记得那时候还要到美国去的时候 到了美国我跟他说 你还有需要什么东西我要寄给你吗 他说请把玉婆跟三爷寄来给我 我想总结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用爱来回答 特别提到在书里面 其实你们很常描述在车子上面的片段 车子算是一个很重要记忆的场所 对 你可以告诉我们在车子上 你们发生多有趣的事情吗 因为在车上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导小孩子很自然的 例如说他刚开始在学一二三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们现在才开始看车子外面 只能算黄色的 那黄色的车就说一二三 然后就这样子在算数学 然后我们也会背诗 有没有猛然一刻 然后你突然发现说 我平常在车上教你背的是背的成语 突然可以应用上了 是 其实也蛮多的 例如说我们因为背了很多成语 而且我们是要成语的比赛 就是我讲一个 而且要接 然后有一次正好是 好像印尼的飞机师室 然后就在救 然后我在讲那个新闻 他就说 那不就是大海捞针吗 一望无际 那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他都会拿起来用 然后有一次我们带他去吃饭 正好那个墙上有菱形三角形 几何的图形 那只是一个看他们的一个美术的墙 然后他看到那个菱形 他就说玉婆菱形秘密缝 然后那一天我就开始想 这样我不能只是叫他背 因为我就要告诉他意思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告诉他 菱形秘密缝是指 妈妈要离开 孩子要离开了 所以妈妈离开之前 妈妈就缝衣服送给他 所以就每次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反应 让我去改变说我应该再怎么样教导他 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很冷 我就要叫他穿一个黑色的大衣 他就跟我讲说一定不要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知道黑色非常非常的丑 那我就告诉他说 你知道他很喜欢贾博师吗 就是手机的创办人 我说你知道吗 贾博师都穿黑色的衣服 重要的是人家要看到你的爱心跟笑脸 这才是最重要 然后他就很高兴地就穿上了 那个黑色衣服 然后说 玉婆请你要带你的律师服给我看 我长大也要当律师 有没有改变心意 没有改变 那时候本来就有计划 要把这些日记出成书吗 还是这是一个很意外的原因 完全是个意外 因为我当时真的想的是说 这个我都跟三重讲说 这是Kiddo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那因为我一定要写日记 最后是要送给他日记 所以我那个日记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是给自己看的 只是后来有一次 我是跟那个格林的那个 郝广财吃饭 然后他就说 我常常讲Kiddo的好笑的事情 他就说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到底是记忆很好还是有写 我说我不止记忆很好 而且我有写 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他就看了 他就说哇 敬畏天人 他说没有看到那个婆婆写孙子的 所以就出版了这本书 那你看了那本书了吗 你有什么感想 我因为我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有点怀念以前这些的经验 因为现在住在美国 已经很久没有回台湾了 所以就有点怀念以前 像在车上带我去学校 或是以前跟爷爷奶奶 或是在台湾 就是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有点怀念 那像是你跟奶奶的互动 有没有哪些是你觉得印象深刻 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一个小故事是我以前在康桥游泳比赛 他们都会去康桥帮我加油 然后他们每次都是叫最大声的 哇 多大声啊 形容一下 应该是全部人叫最大声 你在游泳的时候还听得到 应该可以听到 我突然想到刚刚的那一幕 就是游泳比赛 然后玉婆就叫得很大声 那时候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 旁边的同学有没有觉得很驚慌 应该很景价吧 从来没有看过爷爷奶奶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还有森林能叫这么多大声 对 而且我女儿曾经说 你有没有发现人家都是爸爸妈妈来 我们为什么爸爸妈妈 还有爷爷奶奶去都来了 我们应该是唯一唯二的 爷爷奶奶在那边叫 而且因为很开心 我就加油加油 因为她得第一名所以 不会是因为这加油事儿得第一名吧 应该是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奶奶 然后跟当就是因为你自己有女儿嘛 是 到底身份的转换上有什么样不一样 对 这其实是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形式 因为当我女儿小的时候 我正好是律师的开始起步 所以就把事业看得很重要 因为也觉得有很大的责任 然后就对小孩子 对我女儿的陪伴就比较少的时间 所以后来一直到我自己比较年长之后 就晓得小孩子一定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你要给他很多的陪伴你付出 所以我反而是为了弥补给女儿 我就加倍地去陪伴我的孙子 那这是很重要 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 祖父母跟祖孙子的共同敌人是父母 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句话 所以其实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 常常会意见不合 所以祖父母应该是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三代是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那你育儿的哲学会不会有点改变 育儿变成育孙哲学 对 就是育儿育儿 为育育女儿的时候是比较严格的 那育育孙子的时候就觉得根本不需要 我觉得小孩子应该是放着让他 随着他的自信去自然的发展 那我觉得我只要是陪伴着他 让他自己去走路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 艾斯答案的这一本书里面 我最后是画了一个梯阶 最后一个图是画了一个梯阶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只是有一个梯阶 但是引导你 但是育儿你要自己走上去 育婆可不是要背着你上去 所以这个梯阶上面还开了一个门 就是说上了梯阶 Kilo 你要开门去追求你自己的梦想 真的好感人 其实我觉得最值得一提就是说 在这本书写完之后要出版 你把板税还捐给了子风车 而子风车又是跟Kilo 又有共同的记忆 因为我觉得我去看子风车 子风车其实有很多爱的故事 那我觉得很重要我要教Kilo 是说他要珍惜被爱懂得爱人 所以我从一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去看子风车 一直看看到七八岁 每一场都看 所以他还会在家里 他会学着那个子风车跟我跳舞这样子 那最后要捐给子风车 是因为我也常跟Kilo讲说 我们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人 我们就是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就是做给他看说 子风车的板税我们就要捐回 我出了这本书的板税就捐给子风车 你觉得奶奶如何印象你 我觉得奶奶 爷爷和奶奶 我觉得两个都带着给我自信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成功的人 所以我长大就想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每次想让他们都会让我想要更认真 在运动的时候就是要表现得更好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 读书要更认真考试考得更好 所以我都会看着他们学习他们 这样我长大也可以跟他们一样 谢谢你今天这么讲我很开心 感谢主持人 我都没听过这样的话 很感谢 那最后你要不要趁着 就是现在公共场合 跟玉婆说一下你心里对她的感谢 我非常感谢有玉婆还有三爷 不要忘记三爷 是 我非常喜欢他们 因为现在住在美国 我非常感谢他们 就是帮我 因为我现在是去私立学校 所以需要钱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都可以帮我付学校的钱 可以帮我去私立学校 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从小到大 都教我一些 现在长大需要知道的东西 会让我更认真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就他们两个在我的生活里 哇 听了这番话 你心里的感觉是 很麻烦的感谢 很感动 真的 真的对自己的小孩 真的当孙子儿女也都一样 出钱出力嘛 但是最重要的是给爱心 无限的爱 的确 无限的爱以及陪伴 听了玉婆以及Kilo的分享 也没有让各位同学回想到 跟阿嬷或者是阿公的生活片段 最触动你心的记忆又是什么呢 今天再次谢谢玉婆以及Kilo 来到节目当中